Hello 大家好 都很久沒坐在這裡和大家拍片 其實對上一段VLOG片 還有再對上一段VLOG 其實是不久之前的 真的上個星期拍的 但Workout片其實是早成一個月之前拍 就是考完試才有空剪 所以因為4月真的太忙 都好一段時間沒有拍片 今天這段片其實都是 自從我做了這件事之後 很多人持續有問我的問題 的一個片來的 就是關於我新釘的耳孔 對啦 因為太多inbox 問我問題的關係 所以我就覺得不如直接拍一段片 跟大家說我在哪裏釘啊 過程是怎樣的 因為我釘的時候其實我有用電話拍下了影片 對啦 先說明先 現在在這裡就是如果大家怕一些 它沒有血的但你就會看到有支針 刺入我的肉 這樣的場面 如果大家怕的話 這段片就不要看啦 大家就可以看我其他的影片 我會連結到上一段影片 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給大家看的 好 那廢話就不再多說了 現在就直接開始說 我釘耳孔的經過 首先一開始說一下 我自己一開始為什麼會想釘這兩個耳孔 平時大家如果之前有留意我 我都喜歡帶一些比較寬一點的耳環 即不是說一個圈 就算我這裡有一個耳孔 我喜歡帶一些令到上面的 那我就一直想 其實我喜歡這裡有東西的 那為什麼我不直接釘這裡呢 之前就一直怕痛 然後小時候又有家人不給 現在大過了 又藉著這個考完試 還有我考試的時候 你也知道啦 有時候溫習你會不會滿地會上網呢 然後我就看一篇sassy的文 就是找 但是香港 因為我知道釘這些位置 如果你用槍的話 是很容易發炎的 因為你這個耳骨位 你一下子 你旁邊的神經線 血管被它震爆了 那其實就 不太好 這個位置你都說 用槍攝不進 這個位置你真的 槍怎樣都對不進 總之一定要用針 爬了文之後 我就看了sassy這篇文 那連結我都會放在discution box 那它就是講一些香港的比較好些 出名些用來釘耳洞 或者做紋身的地方 那很多時候呢 你用針村呢 都是要去一些有技術的紋身師傅那裡做的 看了整篇文這麼多間 那我到最後呢 就去一間 我有印象見過 就是在蘭桂坊的 叫做Cubist的一間紋身的店 它的全名呢 就是叫做Cubist Tattoo 那我就會 又是留下他們的link在下面 那方便你們看看 怎樣去啊 或者聯絡方式等等 那我釘了兩個耳洞呢 其實耳骨這個呢 就300元 然後 這個 這個呢 就不知道你們看得清楚 這個圈圈呢 它這個位其實都幾難穿的 所以它就貴一點 我也覺得很合理的 價錢就是350元 店的環境我就沒有再多拍 但是你看Sassy那篇文 就有拍了一些照片那些 那都是簡簡單單 有很多他們之前做過的作品的照片 有個櫃是裝耳環 跟著 那些黑色的皮沙發 然後入到去 就是有分外面等的 還有入到去穿的地方 那穿的地方 就是那個位置都做了紋身的 那就是有一張類似牙衣的椅子 那我上去之前呢 我自己平時都是這樣的 因為我不知道是否在 那我就先打電話去 那就說定我大概幾點到 問一下他們那個小時可以不可以 那之後我一上去 就在耳環櫃那裡 選了我想要的 那我這裡 因為你穿這些位置 你要給它的康復時間都頗多 那你就要選一對 你不介意去留在你耳朵一段時間的耳環 那我就選了一些比較簡單的款 那之後呢 那個外面那個 那個叫不叫做receptionist 當他是 總之他那個員工 那個紋身師的員工 就問我是不是要下麻藥 那我就問那個紋身師 他說都會頗痛的 那所以就下了麻醉膏 那就塗了在這裡 這個area 和這個area 那塗完之後他就會拿石子 不是石子 保鮮紙 不斷耳包 這樣 然後你就要等90分鐘 就是外用的麻醉藥 所以你不要期望 你整個耳朵會麻煞 完全感覺不到 就是它撕你那些 你都會感覺到 這個位置呢 我就即將會一邊說 一邊插一些我 那時候拍了的clips 那 大家如果 真的怕噁心的 還沒走 現在好走 那一開始我上去 就是先釘了我的doth 那這個位置 其實我一開始跟我紋身師說的時候 他都不太知道位置在哪 我打電話去問他 我想問價錢 我說我要穿這個位置 他都不太知道在哪 所以我建議大家 拿一張這樣的照片 去做reference 那我可以現在放一張照片 大家是說需要cap screen 就現在cap下照片 去到的時候 show給大家看 大家清清楚楚 我免得搞亂 那你釘錯個洞就不太好 過程呢 首先就是他會mark了個位置 之後呢 就會拿個鉗 因為這個位置 你看到呢 是比較九曲十三彎 所以他就會拿個鉗 這樣扯起 那一塊肉 連上骨 之後呢 找到那個位置 他就會開始拿針 吞他 那呢 他就吞到一半左右 純了一條路 就會拿走鉗 然後繼續吞他 那其實你說痛不痛呢 我自己就真的 完全感覺不到他用針刺緊我的 我就是整個過程 就是感覺到他拿個鉗不斷掩我 那直到後期 他繼續拿針吞我的時候 我看回片才知道他那個 時刻是吞我 我一直以為他是 只不過還繼續在掩 那個位置 找著位置 因為那個位置那麼彎 我以為他都要一些時間 怎知道已經穿好了 我完全是感覺不到痛 然後我問過師傅 我問你這麼厲害 為什麼完全不痛 他說呢 其實下了麻藥之後 都是有機會會痛的 但是 最主要看他釘的時候 是否釘到神經線 那他可能釘我的時候 真的釘不到 或者我真的這個位置 是沒有了知覺 我是完全不覺得痛的 那之後呢 釘完這個 我就照一照鏡 看看什麼樣子 之後 就直接再釘上上面這個 叫做Helix 就是耳骨這個位 那這個位置 因為你看這個位置都很大塊 所以他就會標示了一個位置 照一照鏡 看看那個位置你喜不喜歡 之後你就躺下 這個位置就快很多了 鉗也不用鉗 然後拿著一下刀 然後就插進去 用釘的原理是怎樣呢 就是釘外面會有一層好像膠管 那插進去之後呢 就會剪走頭尾 然後穿了耳環的釘進去之後 就會移到膠出來 那你的耳環就留在這裡 留到它好為止了 那完了之後呢 他也有給這個消毒藥水 我回家要滴 大概滴一個星期左右 因為那時候陪我去釘那個是Blare 那他也有釘這個位置 那他說他那時候用槍 他有發炎發到一個腫了 那我自己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其實頭幾天睡覺的時候 就盡量撿回這一邊 那就不要撿這一邊 因為撿下去都會痛 或者你頭髮這樣扯到 這個位置其實最恐怖的是 你頭髮經常 就是你洗頭或怎樣都好 經常扯到 這樣就會有一點點痛 但是其餘的時間都沒有什麼 就是你覺得髒或需要清潔的時候 就清潔 他就叫我早晚滴 但我滴多一點 就是日頭做完運動 覺得髒也會滴一滴 那我覺得現在的狀況 我現在這樣弄 輕微 還有一點點痛 但是... 不是說痛 就是你感覺到有一點點圓圓的 反而這個呢 頭一個星期是完全... 沒事的 前兩天應該是說有一點點腫腫的 但是現在就已經沒事了 大概沒事啦 總之還有一點點 久不久會滲一些血出來 就是... 你起床會看到有一塊乾了的血在 但是... 就不是滴血那麼嚴重 是慢慢滲滲 全日才積了一塊乾的血 但是呢 大致上現在隔了... 今天是不是剛剛好一個星期 不是啦 已經多過一個星期了 大致上我都覺得他們的康復程度是... 都幾快的 可能因為用針的關係 沒有壓到旁邊... 即是沒有... 這樣打到旁邊的位置 所以它要康復 其實真的是你釘那個位置 所以都OK 那你說現在這個程度 我這樣轉個耳環都可以轉到的 但是呢 你說如果想換耳環 我就想... 應該沒那麼快啦 起碼都要等一個多兩個月 才可以換到自己喜歡的耳環 但是因為我也選了一些比較簡單的款 只要... 如果我下面的耳環 戴一些比較... 就是比較靚一點 有款一點的話 其實都很容易配搭的 對啦 那我就希望這段影片可以解答到 大家對我這兩個耳環的一些疑問 然後未來我都會... 即是這邊康復了 我這邊都會再釘 有兩個位置我是想釘的 但是我都會去回同一間 因為我上次穿完之後覺得 真的整個... 體驗啦 而且真的不是很痛 所以我就覺得... 我會再回去這一間 那我希望這段影片給大家一些資訊 那大家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給個thumbs up 然後...我們很快再見啦 bye bye